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周末有一部特别值得推荐的新片 那就是皮克斯的最新动画 The Good Dinosaur 恐龙当家 谢天谢地 这次中文名没有翻译成恐龙总动员 The Good Dinosaur 讲述的是 小恐龙失去亲人 只能够在险恶的自然环境当中求生存 直到遇到了小男孩点点 从此他们一人一兽踏上征程 等待他们的不仅是险象丛生的环境 还有各种巨型食肉恐龙 小恐龙和点点能够勇敢面对一起长大吗 说到这里 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 这是一部以成长为主题的动画片 就像我们非常熟悉的迪斯尼的经典 狮子王 这类故事最可贵的地方 我认为就是鼓励小朋友们 勇敢坚强地面对困难 同时还不忘记保持一颗善良纯真的心 至于我们大人也完全不用担心 枯燥无味 尽管这个画风看起来是相对简单了一点 但是你别忘了 皮克斯最擅长的就是 奇思妙下 这段旅程应该不会让人觉得过于的低龄化 你看他的预告片就可以知道了 每一个场景设计的都是很有巧思的 比如点点以小恐龙的这个长生为桥 而小恐龙则必须用牙齿紧紧地 咬住这个峭壁的另一边 你看小恐龙一心想找回家人的这种执着 一定可以感动到全家的 吉克斯在被迪士尼收购之后 仍然保持了很高的创新实力 他今年出品的Inside Out头脑特工队 票房口碑是居家 相信大部分家长都已经带着自己的小朋友去看过了 青少年对他也是津津乐道 Inside Out是将人的这种种种的情绪 具象化的幻想成头脑当中的一组特工在控制 真是让人脑洞大开 整部电影是温情感人逻辑紧密 非常符合现代心理研究的主流理论 小朋友们会更加了解自己的情绪产生的原因 大人看了也会备受启发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 建议您可以趁着这个感恩节的长假 买一些影碟或者网上租过来 和全家人一起观看 除了动画片以外 还有一部非常适合青少年与成人观众 共同观赏的Bridge of Spies 间谍之交 美国主流媒体对这部电影的评价是非常的高 很可能是来年奥斯卡奖的最有力的竞争人 影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 讲述的是美苏冷战期间 一位美国律师如何秉持公正 坚守正义的故事 影片的导演是地球人都知道的斯皮尔伯格 而编剧其实也是全球影迷 尊崇的大导演柯恩兄弟 一边是殿堂级的大师 有着丰富的大片制作经验 另一边是独立电影的标志性人物 风格独树旗帜的鬼才兄弟电影人 这样的组合能不让人期待吗 虽然从片名上来看 《间谍之桥》似乎是关于间谍的 但是其实这并不是一部谍战片 对于已经学习了大量美国历史的小朋友们来说 这是一部很生动的 关于历史和法律的电影 也许家长们可以在观后感的分享当中 从孩子们身上学习到更多的东西 最后本周末还有一部非常适合13岁以上男孩子欣赏的新片 叫做《Grate》 想必大家都还记得史太龙主演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拳击系列电影 叫做《Rocky》 《Grate》和Rocky呢可以说是血脉相连 当然它不能够算作是Rocky的续作 而是一部衍生作品 今年恰逢Rocky系列40周年 新片应景而生 以曾被若奇打败的重量级拳王阿波罗奎迪的孙子为主角 影片的片名《奎迪》也正是这样而来 这位出身上流社会的年轻人有着很高的拳击天分 立志要成为拳击手 但是却遭到了家人的反对 我们都知道像泰森 霍利菲尔德这种拳王都是出身卑微 拳击呢通常是穷人孩子才会做的事情 从家长角度来看 反对奎迪真的是很正常 那在影片当中 奎迪顶住了压力 找到已经退出拳击界的洛奇来担任自己的教练 出演洛奇的自然也只能是时代咯 如果您年轻的时候曾经看过洛奇 不妨与我们的下一代一起来共同体验一下 这个新故事 你想想看 偏离偏外都是两代人 也不由得让我们要感叹时间的力量 第四代一代曹奇 不仅能打得更多 那个原刀一代全民族制作为那代 词之后 我忘记了这些网慈了 我忘记了词之后 在词之后 在词之后 你自己判词的 就像被俩处备的 如果不让我意见死了 你匿 Seattle 冲会 冲会 一群冲会 所以 directed 一群冲会 以上呢就是我为您推荐的 本周的非常好看的电影 那不知道您喜不喜欢 我非常诚挚地邀请您 如果您喜欢的话 请在微信 Facebook或者是YouTube上 关注我们 及时获取最新的电影资讯 您要记住哦 每周为您点评 适合全家共赏的新片强档 只有在我们的亲子电影站 我们下周再见